不過Grace怎麼看 二零二零年看起來 對於柯文哲來講 真的是極度開始 這個放手墮落的一年 現在陸續這些證人去作證 今天你說不管是什麼 陳先生 還是張董 王董 什麼董 都是因為什麼 因為你柯文哲的關係 去當證人的 結果你們民眾黨 怎麼了 陳智涵發文 讓大家都不意外 智涵你要多發文 你每一次發文都會上新聞 他發什麼 東山新聞 總裁 張高翔被約談了 北檢真的高招 下一波應該有劉寶傑 跟吳子佳了吧 畢竟冷錢包都被他們掌握了 然後還貼這個照片 爛貨 天啊 東山新聞的總裁 現在不是傳出政治獻金 進了你們民眾黨嗎 人家為什麼會去北檢 還不是因為你老闆 還不是因為你柯文哲 你前的民眾黨 你前老闆去北檢 是你現在老闆害的耶 你陳智涵有沒有問題 你前老闆跟老闆都去北檢耶 他以前是不是也在東山 前老闆啊 氣象主播啊 對啊 你怎麼不想你自己的問題 很嚴重啊 志涵 他還罵地台的主持人 他莫名其妙去罵寶傑 莫名其妙去罵子佳 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對吧 就我跟你講啦 像哪一種人絕對不會被約談 中年化這種人絕不會被約談 即使再有錢 帶著名表 也不會捐給民眾黨 你看他就沒事了 我連兩千塊都不會結束 但是我看如果康仁俊 他有捐 他現在心裡都會毛毛的想說完了完了 康仁俊的智商應該不至於啦 好 我啦 就我 對 就你 說的就是你 你就一萬 一萬塊嘛 全台灣都知道 對 不是 你陳志涵應該要覺得毛毛的吧 是啊 這些你老闆的朋友 都被叫去問話耶 王立寧是為什麼去的 他居然在罵東森喔 王立寧是一聽得對 是當初你指定 可以採訪陳佩琪的媒體耶 也被找去問了耶 你應該要覺得完蛋了 我們該怎麼辦 怎麼趕快去做緊急處理 你們是不是趕快 要去查這些匿名帳戶 跟這些財團 有沒有什麼關係 我檢調到底追到了什麼 對 不然你的民眾黨 整個帳戶都被扣押了 我告訴你 結果忙著罵媒體 對 然後罵什麼 罵主持人 罵評論員 對 然後嗆說 冷錢包都被他們掌握了 我跟你講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什麼事 很多人在批評黃國昌 但是大家有沒有印象 什麼印象 觀眾應該記得我是蒼粉 我記得 我跟你講 黃國昌厲害 怎麼說 他上禮拜說什麼你知道嗎 說什麼 他說現在目前案情 是這個焦灼空轉 河天馬上轉起來了 然後又十幾個人被約談 好多人被搜查 告訴你 喔 昨天 昨天怎麼了 我們國昌說什麼 又說了 國昌開示 你看 就是因為你們找不到金流 所以在講一些桃色的新聞 對 結果你看今天 今天 大大突破 所以我是覺得國昌 多說一點 連橘子都紅了 橘子黃了 重點是 我建議民眾黨 你們再多說一點 黃珊珊你要勇敢再出來 多說一點 我問你黃珊珊 這些人都不認識嗎 對啊 好我再講 這以後我才要講 私人而言 邱佩玲 邱佩玲 Baby Don't Go 我跟你講 你的新聞如果有出來 我一定 我跟你講 非常多人以為 這個橘子跟柯文哲最好 沒有 還有別人 還有別人 對 今天大概就到這 不過今天媒體報導出來 有一件事情 我也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說我們上個禮拜 在講說這個柯 這個柯文 威京集團捐給民眾黨 兩百一十萬 是因為這個黃 捐了兩百一十萬之後 黃錦茂就簽了一個鳳交夏的 這個公文 對但這個公文簽完之後 四月份的時候 當時頂月開發的董事長 也就是金華城 土地所擁有的 那一間公司的董事長 朱雅虎 居然傳了訊息給李文中 跟李文中說 小沈很小氣 七個人二一零好了 感謝五六零 就有人講說 那這二一零現在看起來 大家原本是覺得 他應該是這個什麼 八四零的錢金 我說不對 二一零是五六零的後線 但是是八四零往前走的確認金 意向確認金 就是告訴你李文中跟葛文哲說 這二一零我們已經處理好囉 那我們的陳情書 在三月十七號已經送給你們囉 那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往下走下去 五六零先不要就是這樣子喔 不能動囉 對所以二一零是五六零的後線 但也是八繼續往前走 八四零的確認金 確認什麼 確認柯文哲的意向 確認柯文哲 是不是要繼續往前 跟審慶來服務審慶金 幫審慶金解決麻煩 我覺得一個這個重要的sign 那李文中solo 李文中說謝謝將軍 但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奇怪 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李文中那個時候 已經是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為什麼朱雅虎要去謝謝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處理五六零 還要跟他確定繼續要往前走 這不是很奇怪 真的 所以大家都說李文中是柯文哲的大帳房 在這一個簡訊裡面看得出來 雖然他人遠在北捷擔任董事長 但是複雜的政商關係 全部都是李文中在處理的 李文中擔任北捷公司的董事長之後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嗎 他一上任之後就大辣辣的啊 先說啊 他要花的那個五六千萬去買一個這個董事長的官邸 後來被打臉嗎 後來就又把這個北投 我們學員北捷的學員宿舍 四間打成一間 做成他自己的這個刀帶鎖 然後被人家詬病嗎 除此之外 你知道李文中在擔任北捷董事長的時候 我們所有議員接到超多的澄清案啊 全部都在說這個李文中利用自己的關係 在利用自己的職位 在做政商關係 所以你知道嗎 加上今天這個爆料 再次的證實李文中那時候 沒有捷運專業 卻可以擔任捷運公司董事長 就是藉由那個職位 要去跟所有的財團把關係打好 讓柯文哲能夠有建立更多的關係 所以才會講朱雅虎明明要處理金華城的容積 二十Percent的榮獎 居然去跟李文中謝謝 那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朱雅虎都跟李文中謝謝了 那審慶金跟誰謝謝呢 因為真正能夠決定金華城二十Percent的榮獎 不是李文中 重點就是柯文哲 下了指示給黃錦茂 要求收到陳情書之後 都發局要十一天內處理 那柯文哲知不知道 柯文哲絕對知道 一定知道有收到這一筆錢 他才會要求黃錦茂 去核准公文 所以這樣子的政商關係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耐人尋味 尤其現在的這個相關的資料 在傳出來 這個媒體在報導出來之後 我覺得能夠這個柯文哲能夠獨善其身的機率 非常的少 渺茫了 對對對 我覺得他已經沒有辦法 另外就是說 今天還北檢還進一步的調查 除了金華城案之外 還有很多人被約談了 找黃令玲是為什麼 黃令玲 包含張高翔 包含很多還有這個基隆的副市長 也被約談了 那這都讓人家非常意外 就是說柯文哲 這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柯文哲過去不是說 他自己很乾淨 他不願意成立基金會 因為基金會都是這個 政治人物弄來的魔戒 跟政商關係 在那邊半夜的一個魔戒 那現在柯文哲 是不是藉由他成立了相關基金會之後 跟這些跟市府有往來的財團的一些後謝 或者是一些什麼這個不正常的政商關係 是不是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把錢洗到這些單位裡面去 因為他之前講過嘛 有基金會成立基金會之後 如果財團來找選民服務案 你要不要處理 所以就讓人家想到說 原來柯文哲成立了基金會 成立了協會之後 又有募可公關之後 又跟這些財團 是不是有一些見不得人的關係 所以現在這一些財團的負責人 全部都被約談 是不是因為柯文哲跟他們 有什麼樣私底下的對價關係 是經不起考驗的